现场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有一位大概60岁左右的男子 因为不满住家土地被钩防部收回 又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拿着刀以及汽油 在他们复兴北路二段的民宅旁边的扬言放火 还持刀跟警方对峙 连线记者黄宪平带我们来了解最新的情绪 倩阳 好 这个主播在台北市复兴南路二段上 在我背后这一块是国军的一个用地 国家的用地 大约占地50平 经过法院的一个判定 其实应该要归还 但是其中一户 田信住户却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 看见法院来会刊 就拿着刀跟汽油 扬言要放火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诉求 我原先预计搬家的土地 蛮好要搬家土地 被台北市政府征收去做学校了 现在学校里面没有学生空出来了 他应该还我土地 我才能搬回去 好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稍早一个情况 警方跟这个消防都非常的紧张 而他口中所指的这个台北市占用他的地 其实跟父亲南路上这个土地毫无关系 因为他说呢 其实当初因为他的私人土地 是被这个台北市政府给征收走了 没有想掉他觉得这个台北市政府并没有好好地使用 他要求台北市政府要归还他的私人土地 因此呢 利用他父亲哦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军社啦 作为一个要挟哦 要求台北市政府把这个南港的地还给他 他才要把在位于复兴南路上的这个官设点交给法院哦 在刚刚稍早其实一度是非常的紧张 不过呢 法院跟这个田姓男子也是达到一个共识 今天不进去做一个会刊的动作 等到他情绪稍微稳定一点之后呢 则日再来商讨 以上是现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先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 我们看到这稍早呢 比较紧张的情形 那么这位先生呢 已经从屋顶爬下来了最新的消息